我剛剛其實覺得 他們很努力的在替孩子 保護一個 在他還沒有大腦成熟的狀況下 空出一個安全的空間 其實舉例來講 我們的孩子從小 就要申請一些帳號 你知道他們常常就會 輸入別人的生日 然後就申請了 事實上你如果要申請 什麼挨開頭的 踢開頭的 你都至少要年滿13歲 但他們為了拗不過 然後就決定 把自己的E-mail借給他 然後把假的生日輸進去 我覺得這是最糟糕的示範 我就跟我的孩子說 你就等13歲生日當天 你再來跟我討論 所以他們就13歲當天 在跟我討論 而且我當天我就跟他說 謝謝你願意等待 立刻你就可以申請 這就是一個良好的溝通 就是我沒有要阻止你 但是至少法律上你該遵守 而且這些 我知道有一些平台 不見得有那麼的嚴謹 但某些平台 它是針對你的年齡 它釋放出來的廣告 會是不一樣的 那你就輸入正常的年齡 真實的年齡進去 由這些平台來幫你把關 不好嗎 難道好像自己整天在那邊說 你怎麼在看這個 你怎麼在看這個 其實我倒是覺得 這是不需要 所以我覺得 他們用一個方法 像現在還有一些家庭帳號 所以你也不需要 真的說全部封鎖 但是他們的帳號 是跟爸爸的連結 這樣就夠了 他們還是用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什麼 但是爸爸這一端 基本上他要申請 什麼新的帳號 或下載新的APP 爸爸都可以知道 這些我想應該一般家長 在21世紀現在都要了解 因為現在後來 我女兒已經15歲了 然後都會有一些IG什麼的 然後他爸就說 來 你加我一下 我也想要知道你平常幹嘛 然後我女兒才就是 把我們兩個都加進去 然後不准封鎖我們 讓我們知道什麼 因為你也會封鎖 他就在創新的就好了 沒有 我們有跟他講說不能創新 因為我們會知道 我就說我們會 我們要關心你平常做什麼事 你跟你朋友幹嘛發發IG 有時候跟我們一起合照 也可以發上去 你傻傻的 像我小孩都講說什麼 是不是IG 他是有一個 只有自己朋友看得到的 小號 善地 是不是小號 小號會搞不懂 對啊 他就搞那個就好了 你還是防不了 所以我跟你講 講到最後就是 防不勝防 防不勝防 我就講 只要父母親給孩子完整的愛 小孩子很愛你 你很愛孩子 我告訴你 沒有什麼事情不能夠溝通的 他也不容易去作患 也不容易有一些好奇心思 讓你沒辦法接受的 他都會跟你講 像我的孩子到現在 任何的事情 從他們交第一個女朋友 或交第一個男朋友 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沒有關係 你只要告訴我們 知道他是誰就好了 歡迎他到我們家來 我們一定要認識他 對 這樣就好了 正確的觀念 真的 真的 要嘛 防不勝防 防不勝防這件事情 是真的 我自己診所 有一個16歲的女病人 我對她印象非常深刻 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 因為她16歲 非常的漂亮 第二個 她每隔一陣子來看病的時候 她都是穿著學校制服來看病 她每隔一陣子 她的制服就不一樣 那我為什麼對她印象深刻 就是因為這兩件事情 我後來才發現說 因為她很漂亮 所以學校裡面 都有很多的追求者 然後她爸爸 就是真的要防範 只要有人追求者 只要有人寫什麼情書 又被發現好像變成男女朋友的時候 她爸爸就幫她轉學 所以她每隔一陣子 就穿不同的高中生制服 來這個診所看病 然後後來轉來轉去 到了某個學校的時候 她的男朋友就在她的同一樓層的隔壁 是隔壁鄰居 就是她的男朋友了 搬家了 爸爸就比較緊張了 想說應該住在附近看得到 應該沒什麼吧 可是爸爸就 裝了一個攝影機 直接對著女生的書桌跟床 告訴他說爸爸在外面上班 你幾點幾分讀書 爸爸都看得到 幾點幾分睡覺 爸爸都看得到 那個女生在爸爸面前真的很乖 時間到了關燈 上床睡覺 爸爸晚上下班回來的時候 翻開棉被幫她蓋被 空的 不在床上 她從後門溜出去 從隔壁男朋友的後門溜進去 她自己說 牽著手在床上聊天 到隔天早上6點多 才溜回來床上躺著 其實我後來想一想 這個爸爸媽媽這麼嚴格的阻止 有一次我也發現原因是什麼 她爸爸也來掛號 媽媽也來掛號 女兒16歲 爸爸32歲 媽媽32歲 太年輕了 所以其實爸爸媽媽 在16歲的時候就生下她 小孩生小孩 對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或許他們對於這個女兒 現在要求的就特別高 特別容易想要阻止她 因為他們過往就是這樣子 對 不要重蹈覆轍 我小時候 在我還沒有結婚之前 家裡面有經營女子私立 麻將大學 跟半途迷失少女之家 對 常常在我們家報名的女孩子 玩得最瘋的都是 我問她為什麼你不想回家 我爸媽管我太嚴了 我來這邊我太好玩了 所以我一再地提醒我自己 千萬不要管教孩子 管教得這麼的嚴 物極必反 但是我又想要訓練我小朋友 兩個女兒 小時候就知道要怎麼樣子 自拍 怎麼樣子 就是可愛跳舞 然後有自信 所以他們滿小的時候 就有抖音的帳號 七歲八歲 經營了三年 妹妹很生氣 姐姐的人數比她多 粉絲比她多 粉絲有七個 都是我們家人 妹妹只有三個 三個 家人幹嘛點心 兩個一起按 就很難找到 很難找到他們的帳號 因為他們有些時候用手機 媽媽近期就有一次發現 妹妹在跟一個人聊天 在抖音上面 不是我們家人 好像號稱那個人 是一個攝影師 然後媽媽就很生氣 當下沒收了她的手機 然後我也知道 妹妹自尊心很強 然後我就說 那你怎麼樣跟孩子講 我要不要幫你跟孩子 講些什麼 我老婆就講說 不用 我已經狠狠地 教訓過她了 然後我心裡面就在想 之前得到的教訓 如果太嚴苛的話 物極必反 後來我還是跟我老婆商量 就是我們要有效地控制 然後我們要讓女孩知道 我們相信她 我就跟我女兒講說 爸爸相信你的判斷 你交朋友 你一定不會讓自己吃虧 你一定不會做很笨的決定 然後告訴她一些原則 之後也慢慢地比較好 也發現 那個她比較沒有在網路上面 去跟人家東聊西聊 對 我覺得 還是真的不能管太遠 因為以前常常會有 英文一句話叫做 Helicopter parents 就是隻身機式的父母親 一直在你頭上監控監控監控 你只是訓練一個犯罪高手而已 沒錯 是這樣子認為 嚴肝或出狗窄 你也聽不懂對不對 你怎麼放 我怎麼放 真的 真的 不過我真的要給 志忠一個 真正我要給她一個圈 因為我覺得志忠 講到一個很重點 就是要釋放給孩子說 我雖然會設下限制 但是我相信你 我覺得這個對孩子的信任 這樣的一個說法 會讓孩子覺得說 對 爸媽媽很相信我 那我應該也做得到 那如果說你今天設下規範 然後每天這樣抓小偷一樣 就像剛剛講的那位父親 那你設再多的牢籠都沒有用 所以那個信任感的投注 我覺得是一個 也許今天可以給大家一個感放 那如果你很信任他 覺得他還是沒有做到 我覺得一定會發生 但沒有關係 也要有時間 對 剛才聽到的都是我們在孩子 對於陌生人在網路上的互動 你說網友聊天 可是萬一是孩子認識的人 會不會有狀況出現 對 我有一個個案 他是國中二年級的小女生 媽媽的管教其實都還OK 可是出現什麼問題 在中秋節前夕 他跟他的三五好友同班同學 他們去約了 我們要不要一起去烤肉 其中有個同學家裡還滿大的 還有院子 那我們就先他們家烤肉好了 討論到最後還決定 烤肉會拖到很晚 那乾脆在同學家 過夜再回來就好 孩子考慮的是交通的問題 安全的問題 可是媽媽聽到了 你怎麼可以 女孩子怎麼可以到人家家裡過夜 會不會有危險 媽媽害怕是鬧出人命這種事情 對 然後那一天來 小朋友訓練專注力的 跑我這邊來 那一天完全不能專心 小女生說我的心態很正常 是媽媽怎麼想那麼多 那媽媽該怎麼辦 如何去安撫媽媽 我覺得那是一個重點 好 我跟媽媽說 既然你有網路 為什麼不利用網路手機 來完成這件事情呢 怎麼做 你的女兒不要想說過夜這件事情 你女兒要到人家家裡做客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 去問候一下對方打個招呼 透過女兒去加了對方 爸爸媽媽的Line 然後你不要去質問人家 你是去感謝人家 謝謝你 讓我們的女兒到你們家去打擾了 結果最後怎麼樣 五六個孩子的家長 全部就組成一個群組 從事先對方的家長開始貼 我準備了什麼食材 你們家的孩子 有沒有什麼東西不吃的 一直到當天 那個對方的爸爸媽媽 就像一個spy一樣 一直在拍照 然後上傳群組 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現在在做什麼 對 連睡覺都拍一下 你看 有分得很好 後來這個媽媽還跟我說 就這樣一個群組 其實幫助她孩子很大 因為在之後的日子 他們會互通有無 因為譬如說 哪個孩子有什麼困擾 不敢跟媽媽說 透過這個群組 對方的媽媽可以傳達 甚至是一些考試的資訊 都可以互相的分享 後來媽媽發現 其實適當的使用網路 還是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很好的效果 別忘了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